这个球队被主裁判了林丹一个过网击球 才能则连得4分10比9 林丹又是用揭发球的时候 一个假动作 这场非常高 service over 10,9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球出了底线 11比9 夏天泽在6比9落后的情况下连别了5分 球界一点点 第一局比赛是林丹 也是在一路落后情况下最后反超 15比12获胜 这种分都是丢的 这种球丢的有点可惜 对方一个被动的过渡 结果夏天泽是回出了界外 林丹9比11落后 好球 从这两局比赛来看夏天泽在往前技术上还是有一定的优势 他搓的往前 勾的往前球 质量都更高 这一段夏天泽也打得比较小心 不像在前面那样失误那么多 有些球也不往边线打 也不是要求那么贴往 球就打得谨慎了一些 还是压对方的头顶 还是压对方的头顶 这球不到位 林丹丹他的回球的每拍质量都比较高 三手往前勾对 球没有过 林丹由于他的步伐比较到位 所以在场上显得速度很快 他的回球每一拍平均质量特别高 大多数回球都是有相当的质量的 也不是特别刁钻 但是也不给对方什么很好的下一拍的机会 那么夏宣泽有些球赢起来 他必须靠一些比较难的技术 比如说往前勾对脚 或者搓一个质量非常高的往前球 这个杀球也要有比较好的质量 对球发球15 10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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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13 11 让林丹在9比11落后的时候 又连得了4分 13比11 好球 漂亮 球是杀在界内 14比11 林丹是获得了这场比赛的赛点 今年的中国羽毛球公开赛期间 夏宣泽担任了中央电视台的九州顾问 当时我也询问了他一下 关于这次丹麦公开赛和德国公开赛连续两场比赛都输给林丹的原因 他说在丹麦公开赛的时候 因为后面还要打第二个公开赛 所以考虑到自己年龄比较大 后面还要打一战 所以这场比赛并没有去使出全力 但是第一局呢 也是效果是不错的 第一局他曾经以 一直领先的这个比分打到10分以上 那么一个往前扑球被裁上胖的街外之后 不失利 第二局林丹在场上的整个节奏达比较好 特别是最后9比11的情况下 连得6分拿下了这一局比赛 然后2比0获胜